既然說深奧電廠用的是乾淨的煤 乾淨的煤 你就在開始在跟他說 我永遠都是乾淨的煤 那你乾脆說你放的屁都是香的 大家放的屁都是香的 你們不要擔心不要害怕 立委連珠炮大嗆賴魁 世上哪有乾淨的煤 我們都覺得你是一個接地氣的賴神 不是神棍 如果一天大晚用這樣的方式 在騙民眾 在講神話 就是神話級的插話 你覺得民眾不會對你失望嗎 政府會採取從源頭管理 會選用相對比較乾淨的煤 你就拿出對策 讓我民眾可以安心 不要講插話 院長 接近天然氣發展 我當天的發言 主要的目的是在此 賴清德想解釋 陳怡婕也很多話要說 各自霸賣你來我往 但深奧電廠爭議大 賴清德還是要定了 經濟部高官聽令 高喊沒有第二條路可選 深奧電廠我們就是因為 已經把它設計成最環保了 這個地方 其實都已經經過非常慎重的評估了 說好的最環保 但先來看看運轉中的林口電廠 目前臺電監測空污 立狀物的排放量 年平均值2到10 學者推算北北基陶的PM2.5 濃度都超過5 現在臺電模擬深奧電廠空污貢獻 數值大幅低於學者遭受質疑 臺電用的皮膚模式是環保署驗證認可的 而且努力的結果也經過環保署的魔靈中心驗證過 真實的數據讓民眾知道 讓民眾知道什麼是我們最佳的選擇 我們不能相信單方面的數據 誰都不要灰色天空 可是中央牆位一座燃煤電廠 硬要新北市吞下 空污預估數字 官方跟民間還差了六倍以上 說服不了民眾 記者黃明鈞 邵玉敏 台北報導